警方缤纷多路搜索 逮捕徐姓嫌犯等13人到案 查扣现金495万元 广告传单被害人名册 塔位权状等张证物 刑事局破获一起零鼓塔诈骗案 发现嫌犯还制作打疫苗 就想塔位优惠文宣 杨称只要凭接种证明 吉祥暖心防疫优惠价 共有20人被骗走超过3000万元 嫌犯还爽开超跑炫富 那在疫情期间 我们更查过到 犯选为了提高他们的消货率 甚至于用打疫苗 可以想打折优惠的方式 来诱使被害人加强货买的力道 同时我们在现场还发现到 这个诈骗集团 他为了要提高犯罪集团 他们的诈骗的意愿 甚至于对于诈骗金额较高的 还有成立的 还用一个摸摸透 摸摸热的一个抽奖工具 那有关于这个案子 各个犯罪 有成分子他们的任务分工 像我左边 这一个零鼓塔 投资诈气的流程度 现在在征讯之后 已经将所有盗案的犯件 提送培检 依法侦犯 刑事局分析该诈骗集团掌握被害人名单后 透过假买家 结税 为上市股票换购塔位等诈骗话术 对被害人长期洗脑 取得信任后 进而榨得巨额财产 呼吁民众切勿受骗上当 记者综合报道